OK 开始了 今天是这个Postco的这个披萨 然后这个披萨就是2块9 然后买了一个汉堡加一个水 一般是1块9 然后水是无限去杯的 所以就专门去吃这个热门 买这个水 因为它是水面去杯 然后洋葱呢 这边是可以 这个披萨呢 是有三种选 然后芝士的 然后BBQ的 还有一个是冬合的 我买的这个综合的 这个披萨看量子 因为今天人比较少啊 所以可能不是一种 刚烤出来热气腾腾的 如果人多的时候 它热气腾腾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 可以去这个洋葱 是可以按照自己个人口味 去那个自作里边随便 你想要多少就要不要多少 因为我是觉得是不是 西方能有点 新鲜的水 所以说给我搞一下 让我们试一下这个 西方啊 当然热锅我们走餐去吃 这个 西方还是不错的 有这个香肠蘑菇 吃这个还是挺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你多久就用点儿量饭 确实是有养量了 就是自己做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肥杆的皮啊 并不是特别的厚 这个皮还是挺毛的 整个吃起来还是挺有感觉的 就觉得它上面,尤其它上面这个烤的果,烤的是特别好吃 当然这种果物在澳洲是不味的 所以在海外世界来看的话,这个澳洲的果物就是相当定义的 像我刚才吃的这种白的果物的话,好像这么一大盆,也太太虚了 这个这个 让我看一下这个热果,这个热果我之前没吃过 这个热果很摘,这个热果真的很摘,就是两个面包整人一碗肠 这跟七载的热果一样,如果七载的热果是没吃过的话,在广州是8块银子少 什么都没有,所以这边淋酱,然后它这个热果是2块钱,还送一杯饮 然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们试一下这个热果,我现在吃肠下的里面这两碗,就比较好吃满了 嗯,包还挺软的,能做 再试一下中间那个肠 这个肠中间竟然还是有水的,还取得出水的 这个肠不错,我味道还不太,跟吃蛋的那个肠味道差不多 我现在吃肠它可能,可能水比较大的,蘸一下这个黄鲜的酱 这个搓点药,搓点药,搓点药屑是吧 感觉还是不错的,洋葱非常新鲜 这家家人仍有那个脂水丰富的感觉了,那么这就是肠西区银 我补充一下,这个酱和这个,还有这个洋葱穴,全是往这点浇的,不是站的 所以你拿热果到那边去夹 吃到,我就愿意这么嫩 好吧 欢迎观众回国,收藏,微知小白,李永乐,拜拜